自己流火 臭流火 我找不到工作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去厚海之余画坛以画画为生 流浪在街头的漫画家 也不错 叫你还没丢工作 这个是我 毛鸭鸭 这个男孩是笑笑 死流火 臭流火 你干吗呀 今晚也不唱吗 我还偷看我秘密啊 这是我的房间 你还想有什么秘密啊 我看一下 你的房间那也是我的房间 好不好啊 以后进来跳门啊 叫不懂你嘛你知道吧 你的就是我的 我要看一看 给了我 给了我 你给了我哪能看了 天哪 这很帅的好不好 比你自己本人帅 你累我 累我累我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好好看一看 是吗 嗯 我等了那天谁想帮我 哦 我长得好看 你长得好看 你画起来可不是那样耶 我快ды看 我快去哪里 telling我 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 请不要叫我芽芽 芽芽 你还要挂我多久 你知道我怎么原谅你 你和刘虎那边还好吧 我们已经离婚了 离了 怎么可能 你们要是离了 那我 我 你能不关心我离不离婚 或是担心我吗 是怕你跟香辉的感情 受到威胁的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我跟香辉 不会有任何关系的 芽芽 那你向我保证 保证你再也不会和香辉好 好 为了我们曾经的友谊 我向你保证 我保证不会和香辉好的 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我曾经最好的闺女 童话 刘总 向总通过安查尔先生 给我们发来传真 让我们发过去公司三年的 业务清单和彩税报表 还说我们只有银行的 合作意向合同 没有明确的贷款合同 并且让我们出示 关于七星期酒店项目 无差别注资保证书 刘总 这明明是在刁难我们呀 她想要什么 你就给她什么 就赶紧去办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可是刘总 银行一般是不会出具 这种保证书的 根本没有这样的先例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看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正常程序 什么正常程序 我已经咨询过专家了 我们不是上市公司 没有义务给你看什么 财务报表业务清单 还有什么银行保证书 项目无差别贷款 我做生意那么多年 听都没有听过 你摆明就是故意刁难我 你要非这么说呢 我也没有办法 刘总 你们公司给我们提供的 只是银行的异想合作文件 如果单凭这个 我们就跟你们合作的话 这也未免太草率了吧 银行入资了多少 万一中间有空档 该怎么办 银行入资的部分股权 是怎么划分的 会不会直接影响到 你们公司的决策权 到最后我们跟谁合作 是跟你流伙合作呢 还是跟银行合作呀 如果这个事情 没有弄清楚的话 那你公司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会直接影响到七星级酒店的项目 你少跟我说这些官方的理由 不就是为了鸭鸭跟孩子吗 我告诉你 我跟鸭鸭离婚了 你究竟还想怎么样 刘虎 你跟鸭鸭的事情呢 我的确带有私心 但是我向辉 不是一个随便把个人感情 带到工作中的人 合作的事情 我们会在意 好 这是你说的 我们两个的私事跟工作没有关系 行 你要的这些东西我会准备 但我要告诉你 我跟鸭鸭离婚 并不代表鸭鸭就会跟你在一起 因为她不会原谅你 没错 你是孩子的父亲 但我要再告诉你 你不配当孩子的父亲 刘虎 刘虎 刘虎你给我出来 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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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把我说清楚 刘虎姐 这里不能乱传 刘总她不在 刘虎姐 怎么可能不在 刘虎你给我出来 你别给我躲在里面啊 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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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 你回来了 刘虎 我问你 你真的要跟鸭鸭分手啊 吵什么 有话进来说吗 说 刘虎 你真的决定跟鸭鸭离婚啊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质问我 抢鸭鸭男朋友的好闺蜜 抢鸭男朋友的好闺蜜 抢鸭男朋友的好闺蜜 你都知道了 其实我也不想的 刘虎 鸭鸭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好 她每天都在哭已经好多天了 你快想想办法呀 你那么聪明 手段那么多 是不是应该你想好办法 然后来教教我 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 对 我是背叛了鸭鸭 可是她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对她的关系永远都不会变的 刘虎 鸭鸭她是怎么对你的 你心里清楚 她怀了相会的孩子 你也是知道的 现在东窗事发了 你就什么都不管了 当初她怀孕的时候你也知道 你是怎么对她的 现在你跑来跟我诉说 你们的身后友情 你不觉得可笑吗 是 我承认我很可笑 但是刘虎 你想想 鸭鸭她特别单纯 她又一根筋到底 她认定的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 她就觉得她亏欠了你很多 她是不会主动来找你的 你想想她现在家里的情况 她爸爸生病了 你让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这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你忍心吗 刘虎 其实我也觉得你挺单纯的呀 你怎么会觉得你来跟我说这些 我会不知道 你只是不希望上回去找她 我是不想让向辉去找她 可是你俩这一路走来 我也是看在眼里的呀 我承认 从一开始我对你们俩的婚姻 是保持着质疑的态度的 可是后来 鸭鸭每次见到我 跟我提起你的时候 她脸上那种幸福的笑容 是不会假的 我慢慢地开始相信了 你是那个可以给她 带来幸福的男人 刘虎 刘虎 你就回到丫丫身边吧 她现在很需要你呀 你真是她的好朋友 真的 但很不巧 我刚跟她离婚了 所以我们两个人之间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请你离开吧 你看我天哪 怎么这么快就要过生诞了 她要怎么不渺慢 是要扮一个生诞大趴呀 那是必须的呀 杨杨 我看你那个气色不错呀 我最近一直在用面膜 所以气色不错吧 什么面膜这么神奇 小十岁呀 好 我看你那个气色不错呀 所以气色不错吧 看来我也得常用 我先把这个挂上 洗一下 初任 这是刚离婚的状态 这刚离婚 不应该是 面容憔悴 施不下咽 魂不守舍吗 也许是咱们多想了吧 把它再往上咬 小心一点啊 对 这个再往上 往上走一点 把它再往上咬下去 小心点啊 然后 这个社长子 刮一些颅庞 然后刮一些灯泡 你先抚转它 后面再加深一点 你的未来 早点就都难来 何谁敢开 没有爱过你的人 不会明白 谁 看不看 只需要等你回来 已经动到路线站 因为离不开你多好 大梁这么快 就把联婚这样领了 就为什么反倒我心里头 这么的不踏实 喂 小青 雨琪姐 我跟你说 火哥跟毛压压已经离婚了 真的 这么快啊 小青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他们俩好不了多久了吧 但现在咱俩有麻烦了 薛姨已经命令我禁止跟您联系 火哥昨天差点把我赶出家门 就是因为视频那件事 小青 我们先不说这个 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亲耳听到 刘火哥跟他妈妈说 他跟毛压压离婚了 真的 离了 昨天火哥已经把离婚证拿回家了 雨琪姐 我不跟你说了 我怕被薛姨发现我就惨了 小青 小青 不行 你今天必须见我一面 你来我们家 我在家里等你啊 雨琪姐 我 怎么总挂我电话呀 小青 李小宝 你这大白天走路无声无息的 你想吓死谁啊 神经病 你别走 我给你聊会儿 我给你聊会儿 你少跟我说这些官方的理由 不就是为了压压跟孩子吗 我告诉你 我跟压压离婚了 你究竟还想怎么样 我跟压压离婚并不代表压压就会跟你在一起 因为他不会原谅你 没错 你是孩子的父亲 但我要再告诉你 你不配当孩子的父亲 我现在还要工作 以后你没事也少来这里 那样 真的非常对不起 你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就当是为了笑笑行不行 你是对不起我 既然你知道 就应该离我远远的 你还跑过来干吗 你还有资格跟我提笑笑 向辉 你当初背着我跟童话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想过会有今天吗 你当初抛下刚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我 要无音信的时候 你有想过会有今天吗 你的对不起说得太迟了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你从我的眼前消失 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因为我看到你 就只有无尽的悲伤 和对曾经痛苦的回忆相会 我求求你 你走啊 你离我远远的行吗 你走啊 艳艳 如果你现在过得好 我会祝福你 可是你现在过得并不好 你跟刘伯已经离婚了 你怎么知道我离婚了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了 艳艳 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让我照顾你和笑笑 让我弥补以前的过错行不行 不行 想会你听好了 我离不离婚都一样 跟你没关系 还有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我求你了 艳艳 你逗留 maar 麻烦 size 艳艳艳 艳艳艳很好 可是她天天在小区里啊 她们不是还能天天见面吗 这太危险了 所以我才想 叫你来一起来商量商量这事 找我 商量什么 混都离了咱还商量什么呀 小青 你动脑袋想一想啊 她们俩天天见面 你就不怕她们死灰复燃啊 你这样能放心吗 只有把毛牙牙赶出这个小区 让她和刘虎永远见不了面 这样她们才能踏实 敢出小区 怎么敢 你是不是认识她们屋管爸的人啊 我认识她们领导的话 我还找你啊 再说了 我就即便是认识 我也不能直接找人家 你得学会借他人之手 借他人之手 谁啊 李小宝 他 你这招也太不靠谱了 怎么不靠谱了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李小宝对你有意思啊 这事连我都看出来了 你会不知道 我觉得李小宝一定会帮咱们 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的 是啊 他是对我有意思 但是他也很照顾毛牙牙呀 不一定会帮咱们的 这事关键是要看你怎么办才行 看我怎么做 对啊 晓晴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想达成某种目的 可是自己又没有这个能力 那你就要学会借力 借力 怎么借力 比如说 你跟李小宝说 你很不喜欢毛牙牙 你看见她会心情不好 如果把她辞退的话 你心情哪天一好 说不定就答应跟她交往了呢 再有也有可能跟她结婚哪 结婚 我才不会跟她结婚呢 傻孩子 我又没让你真假 我只不过让你这样说说罢了 只要她惦记这个事 那就没问题 我想了想去 这个可能 是把毛牙牙从柳火身边赶走的唯一办法 晓晖 你怎么在这儿呢 哥 我想看看孩子 别看了 没用 你就帮帮我吧哥 我真的非常想见孩子 别指望我 没戏 哥 这是我给丫丫他们买的营养品 对了 还有婴儿床 我回头让别人给你送过来 你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你现在这么有心 我也不是那铁石心肠的人 你也别说我没为你考虑啊 给你指条明路 要想跟孩子亲近 得鸦鸦同意才有戏 这毛鸦鸦也没犯什么错 我找个什么借口 让李小宝不太辞了呀 小天 李小宝 你每天这么吓我好玩吗 不是 那个今天你那么闲啊 你到这儿找我聊天啊 还是家里有什么事啊 让我去看看 有事你说 我 那个 什么事 怎么了 没事 那没事我走了 那三号楼那业主刚打电话 说家里那个下水道有点问题 我去看看 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你等等 你有空吗 我不是说了吗 三号楼业主 家里有情况我去看看 我是说等会儿 等会儿要不然咱们两个 一起吃个饭 咱俩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小清姑娘 我真幸福 相遇你这好青年 你这是想把你的终身大事托付给我 这是求爱 不是不是 你向我求爱 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 没有 我 我 我就是 想请你帮我个忙 有事你说呀 你干嘛还求啊 咱俩的关系用着求吗 上刀山下环海我都去 说 我想 请你把毛鸭鸭辞了 辞毛鸭鸭 不行 不行 皇上家刀块 不斩无罪之人 人毛鸭鸭干得挺好的 又没犯什么错 不能说辞就给人辞了 我看着他就烦 他只能在小区里唤我眼烦 那也不行 你得说出因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只要你把毛鸭辞了 我就 怎么 怎么着 你 你就 跟你好 是 你跟我好我不反对 是吧 关键这里边 跟毛鸭鸭没有关系啊 是吧 再者说了 咱俩的感情 能用条件交换吗 我知道了 你逗我呢 你逗我 没有 我 我是认真的 你就说吧 同不同意 不同意 我告诉你不同意 你看谁不顺眼 就把谁辞了我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是女王你是女神哪 你让我李小宝来说 为人正派 你看我 论个头 上中等的身材 论学历 大学 差俩中头没毕业 我这人说一不二 顶天立地 堂堂的大丈夫男子汉 我不能为良心办事啊 我不能让我的下属 蒙受不白之冤 行行行行行 我说你一句 你说我十句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 我没什么意思 我那意思就是想问问你 跟毛鸭鸭 怎么着了 你怎么那么恨他呀 没怎么着我 你这事办就办 不办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走了 你 你给我劲劲的是吧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你把我当毛鸭鸭可不行 一会儿 看看 怎么样 向回回来了 我刚才看妈那样我就猜到了 这一回来 就把自己跟孩子关屋里了 可不是嘛 这不都是她送来的吗 全是高级货呀 不便宜吧 你说这向回出趟国 回来就变有钱人了 这也不太可能啊 我也纳闷呢 你说这佟建国也抓起来了 佟化也没钱了 她这钱打哪儿来的呀 我倒觉得吧 向回现在也有钱了 那就得让她跟鸭鸭复合呀 你想 她俩毕竟有这孩子 咱不能让鸭鸭一个人带呀 说不定咱这孩子命好 直接就当上富二代了 不愧是我媳妇 跟我想的一块去 鸭鸭鸭 鸭鸭 鸭鸭 向回买的 多什么嘴 哥 你收向回东西了 不是 她自己送来的 赶快把它还回去 向回的东西不能收 怎么不能收啊 向回是向下的亲爹 她照顾你照顾孩子 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你怎么还有脸说向回的东西 你要不把他送回去 你就不是我亲哥 那到时候我东西还退回去 你傻呀 再者说了 她也不在乎这点小钱啊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是原则的问题好不好 我没你那么多原则 对不对 不对 说话小点声 笑笑睡了 吵来吵去的干什么呢 好 安先生的意思呢 是希望等董事会的决议 下来之后呢 再正式的云盘合约 向回 你觉得这样来来去去的 有意思吗 这次董事会的决议 不是我个人的 我希望你搞清楚状况 你分明是故意针对我 我们经过对你们火器公司的考察呢 大家都一致认为 你们火器公司 对七星级酒店的整体设计能力 还有一些欠缺 你手在那夹公寄司 我要自己去找安先生 希望你们共同顺利 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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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的夏牧师 不着急不着急 夏牧师不是重点 你知道啊 我很欣赏你身上那股憧憬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 江辉也是 你们认准的东西 不容易改变 但是向回始终缺乏你的那个智慧 年轻人 最忌认 最忌认 更容易犯错的 就是冲动和失控 好 现在 讲回项目 我很欣赏 你的设计能力 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师 我也很愿意把这个项目交给你 但是我更希望的就是 你们两个 解决你们私人的问题 事业是建立在底性的基础上的 事人的问题不解决 会影响判断中 好 晓辉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来看我 大哥 你在里边过得还好吧 我今天过来 是想告诉你一些事情 是跟童话有关吧 有什么事你就说 我跟童话的事情啊 你肯定都知道了 我就是跟你想说清楚 晓辉 晓辉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 你跟童话 以后不可能在一起了 大哥 我跟他以前没有在一起 我知道我说这样的话 听到肯定会难过 你只要想骂我 你就骂吧 晓辉 我以前对你的态度不好 我不尊重你 我不尊重你 对不起 真的是对不起 晓辉 童话这么任性的 你不要怪他好不好 你怪我 都是我这个做哥哥的 没有管教好他 你有什么火 你别冲童话 你冲我来好不好 是我没有把童话管教好 可是晓辉 晓辉 你看到童话以前 对你那么好的份上 你可不可以帮帮他 我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 我害怕童话 以后出去吃亏 上他收片 受委屈 晓辉 你能不能答应我 你帮帮他 你帮我照顾一下他好不好 我求求你 晓辉 晓辉 在这里我替我们妹妹 跟你说什么对不起 对不起 além熟辉 的 这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在这里我替王妹妹 跟你说什么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在这里我替王妹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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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乱说 爷爷 你不是不理我了吗 难道我们就要当陌生人吗 尽力分手 离婚 有些人可能老死不险往来 有些人呢 可能相恨一辈子 如果还能继续做朋友的话 就证明他们没有爱过 刘霍 我们一定离婚了 你应该开始各自的新生活了 你帮我一个忙 感觉一下你的心 它还在跳吗 刘霍 你别这样 对于一个单身的妈妈来说 爱情是一种奢侈 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弹感情了 所以 现在的我 只想好好工作 拿一份稳定的薪水 养活孩子 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其实和雨绝跟你在一起 也挺好的 其实和雨绝跟你在一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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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